我本楚狂人 凤哥笑恐羞 你也睡不着吗 小卓可以助眠 不如同我喝上一杯 你也想吃吗 那分你一半好了 能管住空桑那几个好酒的家伙 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呀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换美酒 鱼饵同宵 万古愁 青天有月 来几时 我今亭碑 疑问之 少主快看 太北亚怎么在房顶上呀 少主小心 我今儿见 太北亚接住少主了 好厉害呀 醒如何 醉又如何 哈哈哈哈 你倒是有趣 那我倒要看看 你准备拿什么酒来与我交换 杯中月滑满 疑似落桂香 这酒 与我多年前喝过的那堂桂花酒 似是出于同一人之手 这所谓月中之酒 果然不凡 美哉 美哉 难得遇此佳酿 我也不会食言 说吧 你想听什么 君中生活和深宫并无不同 无非是醒时观月 醉时舞剑 有何可讲 还不如听我讲讲大唐风土 长安城里有一家酒方 那里的酒富裕清烈 饮之忘俗 只可惜 那老板不善饮酒 不然也许我能 不过 是为完成固有的一个心愿 它是我今生认定的之音 既然他想还大唐一个安平盛世 我便为他肃清前提 一位逐月而去的天才 自古水月净花最为动人 我那固有到底在水中看到了什么 果然世间多俗人 虚妄和现实本就是相对而存在 而等又怎能笃定 这水中之月便一定是虚妄 旷他逐月而去 定是心满意足 又何须旁人来替他遗憾 这 那你带来说说 我求什么 哈哈哈 有趣有趣 你倒算得上一个有趣的俗人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此剑舞名曰 枪尽酒 我本是为顾佑铺此剑舞 但让你作为他第一个观众 也不算委屈 五花马千金求 忽而将出换美酒 鱼儿同宵万古愁 快哉快哉 优优独播剧场 用船转绢